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今天跟你说宠物当家 不是就这样吗 你看看很多时候 不管人是牵着的 或者手里抱着 或者带着一个 又像笼子又像箱子的 走到哪都带着 有的店里头明明写着 禁止宠物入内 但是他抱着 也没办法 可是我们好好想想看 你爱宠物没有错 你回想 你这个宠物是你一辈子的宠物吗 还是这宠物的一辈子都属于你吗 如果他是那样 那真是他很幸运 但是我们却看见了 这个流浪狗流浪猫 又太多太多 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现象之下 那显然 昨天受宠 今天就厌弃 明天就丢旨 那是对吗 第二 因为 因为 觉得 他乖 他听话 我跟他说 他不跟我变嘴 于是你觉得他好 老人抱着他 哎呀 他好啊 他比儿女孝顺 这种话 听了 让儿女伤心 也让年轻人伤心 我们自己转化一下 另外 在一个洗头店里头看到了一个女孩 哎 他洗头抱着个小宠物 活着哟 我说你住在台北吗 哎我个人住台北 我说爸爸妈妈呢 他爸妈妈在屏东 哦 我说你尝回去吧 不能回去 你看看 他离不开我呀 我带的哪都不方便 各位 如果我们因为宠物 而淡绝了 疏忽了 我们对亲人长辈的 关怀照顾的话 我觉得那不是宠物的罪 那个罪在你自己的身上 亲爱的朋友 我是用心来说这些话 你也好好的用心来听一听 我所说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